他以无谓的勇气和高超的谋略 抓住战机 以赏胜多 一战定前分 人物的目的历史风鸣人物系列 努尔哈赤第二集 1583年 25岁的努尔哈赤 为保父祖被杀之仇 愤然起兵 经过几年的艰苦征战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征服了周边的十几个部落 但建州女真还未完全统一 他的领地狭窄 人典也不多 与拥有沉迷意外 将与辽阔的明朝无法相比 甚至与人丁数丸 兵强马壮的海西女真 哈达 叶赫 乌拉布相比 也显得十分弱小 然而努尔哈赤却显示出了 与众不同的胸怀与韬略 和正直远见 1587年6月 在烟囱山下新修筑的佛阿拉城 努尔哈赤做出了 当时女真诸部中从未有过的创举 书上记载 上使定国证 禁被乱 极盗贼 法治以利 一个女真国家的雏形 破壳而出 这就不像什么女生 女生社会各个部族当中 有史以往的这种管理属下的做法了 这国家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为什么并不是你组长和你的酋长 一人说说 而是由法律的条案跟他规定 开始治理属下 这是一个新的标准 也就是努尔哈赤一个 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项据处 位于今天辽宁上新临建南 30公里的佛阿拉城 是努尔哈赤的第一座都城 在这里努尔哈赤正式称自己为王 尊号舒勒贝勒 舒勒为满语 是汉语聪锐的意思 迁居佛阿拉以后 努尔哈赤又先后并取了 折臣 完颜等部 1589年 经过五年的浴血奋战 努尔哈赤重新整合了 建州女真的门部 还满洲而居者 皆为薛平 国事日生 这一年努尔哈赤三十岁 正当儿立之年 明朝政府并不希望看到 任何一个女真部落 过分强大 为避免成为打击的对象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 努尔哈赤一直牢记 曾外祖父王搞惨死的教训 他用表面上的谦卑和公顺 迷惑了明朝地方关于安 在这一点上 他比人和其他的 比他的外祖父王高啊 什么的一些 族和各洋家族成家 都高明在那里 他不抢明朝的老百姓 他不抢 不是不抢 而且把别人抢他的 孩子人口 他来监察工地 从那里拿去 弄去过的话 送回来 送到明朝来进攻 这点就 女真求将抢 他这样做的话 还没有 两位大人 努尔哈赤 还不失时机地 与自己的老上级李成良 重新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他不仅把大量财宝 送到李成良府上 还把自己的侄女 嫁给他的儿子李如百为妾 因此 当努尔哈赤 屡屡心兵用武的时候 李成良的宽容与放纵 也就不难理解了 纪辽都督和辽东巡抚 也都向朝廷建议说 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 实力最强的人物 只要能笼络住他 就可以保证 整个建州女真 对朝廷的终顺 1589年9月 明廷正式进封努尔哈赤 为建州左卫都督签师 于是努尔哈赤 名正言顺地 成为了建州女真的 最高行政长官 自从起兵以来 努尔哈赤一面装出对朝廷顺服和忠诚的样子 并向明朝称臣纳贡 一面在统一女真的道路上策马奔驰 正当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筹划更大目标的时候 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1592年 日本官白 也就是宰相封臣秀吉 派15万军队从釜山登陆进攻朝鲜 短短数日之内 日军接连攻克汉城平壤 在灭国王冲的危机时刻 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 而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 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毅然决定发兵 入朝抗窝 此刻 努尔哈赤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向朝廷表现忠心的绝好机会 说归国担忧 我要出兵来啥呢 抗拒国后 这一生就说明朝当时没有同意 朝鲜惊讶了 朝鲜绝不能让诺尔哈斯来 诺尔哈斯要来我没有好 在朝鲜李朝时路纪就非常惊讶 说诺尔哈斯的人很坏 他要来的话 那将来那不是到游领我国了 他把军队怕开到我们这来之后 不杀我人 他不但杀我后更是杀我人 绝不能 他要来的话 我们国家不能存亡 不能存活了 就像朝廷再三呼吁 绝对不要去诺尔哈斯派兵来 就这个情况 诺尔哈斯 但是咱们听 朝廷拒绝了 说你不要派兵了 朝廷我们派兵都可以了 但是终于朝廷就美名才留下了 1597年 日本军队第二次大举入侵朝鲜 明朝再次派兵入朝作战 最终使日本清朝战争以失败告终 在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的这场 元朝抗窝战争中 明朝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辽东地区的明军 也被大量抽调出征 而这六年的时间 可说是上天赐予诺尔哈斯 发展博星的良机 战争使明廷 无暇顾及建州及其周围地区 发生的一切 因此 隆尔哈赤在骗取明朝信任的同时 得以大师拳脚 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海西女真 松花江历史上称为海西江 因此 在这个流域居住的女真人 被称作海西女真 经过不断迁徙兼并之后 海西女真逐渐整合为 叶赫 乌拉 哈达 和挥发 四个大部落 总称 护伦四部 努尔哈赤的异军突起 改变了女真各部的局面 特别是威脸 特别是威胁了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叶赫部 当作武器来使用 护伦四部首先采取了联姻策略 哈达国主把女儿嫁给努尔哈赤 耶和贝勒也把妹妹送给了努尔哈赤 对于拱手相松的女人 努尔哈赤并不拒绝 但是女人的到来 丝毫没有削减努尔哈赤扩张势力的野心 于是 以耶和部为首的护伦四部 在合谋之后 最终下定决心 要趁努尔哈赤羽翼未封 将其扼杀 海西女真呢 就派来的使臣 那么向努尔哈赤提出格让土地 他这么说的 咱们是都已经都亲戚了 咱们是同一国 所以要把你土地都格给我 努尔哈赤 说你回去和你主持 虽然咱们是同一国 但是呢 毕竟是两国 我不稀罕你 你主子土地 你也别想着弄着我这 说的那个 说国家不比牲畜 岂能随便格列分给他人 他说你这些执政之臣 不能劝谏你主 却来向我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吗 把他给顶回去了 耶和贝勒碰了钉子之后 并不甘心 他联合哈达挥发二部 共同前使 又一次来到建州 在努尔哈赤宴请三部使臣的宴会上 耶和部的使臣 再次向努尔哈赤出言不逊 允许你格土称 称臣是对你的恩典 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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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而就够愿接仇 说你莫怪我主子 六姓不认 这很强硬的 说我大军不是将学习贵国 贵国难道有一兵一组 敢踏上我主子的地界吗 面对来史赤裸裸的威胁 被激怒的努尔哈赤用腰刀做了回答 战争已不可避免 1593年9月 在耶和哈达贝勒的谋意下 以海西呼伦四部为首 就和了科尔沁 西伯等五个部落 集成九部联盟 合兵三万 分三路向建州 华拉城发动了进攻 此时努尔哈赤的建州部队 只有一万多人 在力量对比上 处于绝对的劣势 然而多年的军事生涯 已使努尔哈赤 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 让他在最复杂的情况下 能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 俄罗斯部就是来围攻 它是四面发兵过来后 军队指挥也不统一 所以努尔哈赤分析 你个部来攻可以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 他的士兵讲话当中就说 各个部落的头目 他不统一 咱们只要打掉他几个头目 他就不欢而善 他很快就会退兵 正午时分 双方在古勒山展开了大战 叶赫贝勒布寨和纳林布禄 策马挥刀向前之冲 人多势众的九部联军士兵 也如潮水一般向古勒山猛攻 而当双方激战正撼之时 一个意外改变了战场的局势 当时由于布寨向前冲得太急 其坐骑被建州兵预先设置的滚木半岛 布寨还没来得及起身 一个建州兵就迅疾扑上去 骑在布寨身上将他杀死 布寨的被杀使联军阵脚大乱 努尔哈赤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绩 一级都帅古勒山上的精兵 以及之前埋下的湖兵一起杀出 九部联军被杀的失衡殿余血流成 这一帐 建州在这个东北地区 女争各部当中脚温彻底站稳 忽伦四部高傲的气势被打下去了 战争第二年就到这来排和他来 到九七年明安贝勒把女儿嫁给了 努尔哈赤 所以蒙古部也开始低头了 古勒山大败九部联军 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振 援尔赦福 而在北京城里 他一方面与明朝官员称兄道弟 推杯换斩 一方面又暗中调兵遣将 攻取了位于鸭鲁江的纳英部 这是建州女真最后一个被统一的部落 至此努尔哈赤用十年的时间或以武力征讨或以恩德招来 使曾经四分五裂穷于内战的整个建州女真重新整合归一 其兵力也由以甲十三副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这一年努尔哈赤三十五岁 曾经四分五裂穷于内战的建州女真 如何为努尔哈赤达成一统 1599年的初春 努尔哈赤召见了手下最有才华的两位大臣 罗尔德尼和嘎盖 命令二人完成一件自己思虑良久的事情 那就是创至满文 女真人曾经拥有自己的文字 但在元明两朝四百多年的时间里 女真人的文字却逐渐消失了 到明朝后期 女真人使用的是蒙古文 而随着统一事业的不断拓展 努尔哈赤深切地感觉到 在女真人中使用蒙古文的不变 当时这两人对创的文字并不是很积极 就认为新的文字创造很麻烦 有蒙文就可以了 很麻烦 就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创造 跟努尔哈赤说 努尔哈赤就说 我们可以借用蒙文的字母来标注我们女真人的语音 这个音是女真人的音 这个字母是蒙文字母 这是在《史录》上这样记载的 当然这种记载有夸越 那种努尔哈赤聪明的 但是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原则 让我们知道了 满文是根据蒙文的字母创造 它是用蒙文的字母来标注女真人的语音 在创制满文的事情上 尽管许多贝勒大臣都表示反对 但努尔哈赤的态度坚决而强硬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厄尔德尼和嘎盖就根据努尔哈赤的授意 制定出了满文 班刑国中满文传布自此时 而满文的创建 使努尔哈赤发布命令和法规 变得畅通起来 1599年 在建州女真的经济生活中 发生了一件大事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三月使朝铁开金银矿 字数寥寥 然而意义重大 明朝初年 建州女真就有写练的工匠 但由于没有掌握开矿链铁的技术 因此生铁原料只能从明朝进口 尤其在兵器盔甲等军事用品的生产制造上 由于受制于原料 始终不能随心所居 这一直是努尔哈赤的一块新兵 1599年 在新兵的小四平一带 发现了铁矿 努尔哈赤兴奋异常 立即下令组织工匠 进行大规模的采矿 冶炼 很快 建州女真的军队 有了自己炼铁制造的建筑和盔甲 他造的盔甲都是精铁的 就是有缠一点混合金属性的 就是弓箭射上射不透 明朝的盔甲能射透 就是说他自的那个剑 那个剑杵 打到明朝那个军事盔甲 是能不能穿透了 但明朝的剑不行 所以他那个常规武器比明朝好 努尔哈赤认为 与吃肉为生的蒙古族不同 满族是以种田吃粮为生 因此他在胡阿拉建立王权之后 就不遗余力的发展农业生产 每当春耕季节 努尔哈赤都要带上贝勒大臣们出城 巡视农耕 努尔哈赤的重视 加上铁制农具的使用 以及耕种技术的不断提高 使建筑的林业 很快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而充足的粮食储备 也为努尔哈赤的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 自从1593年 在古勒山大败九部联军之后 努尔哈赤就开始着手实施统一女真的构想 他以佛阿拉城为根据地 远交进攻 先弱后强 对护伦四部以及位于黑龙江 乌苏里江流域的野人女真 展开了攻势 除了深谋远虑的材质 和日益周密的心机之外 此时的努尔哈赤 已经建立起一支三万多人的强悍军队 努尔哈赤在组建军队时 并没有仿照明王朝的军事体制 而是把女真人在狩猎时采用的牛肉组织 加以改造和整编 以红黄蓝白四种不同颜色的旗帜 作为标志 形成了独特的八旗制军事组织 勇猛飘悍的女真人 通过这种形式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支极具威力的战斗队伍 卢尔哈赤它是各方面 因为要详细讲的 它之所以心情不是说 老天爷报应 渔航达报应 以下就是这样 不是 它往往前在实际战争的过程中 不断地想出各种办法 实际自己发生壮大 实际自己从扑扑通通一个囚杖 对于那个打热民族 对于这个囚杖 成为真正的军王 三十年的沙法征战 它在年过花甲之际 建国后金 敲响了大明王朝的桑中 人物栏目 历史风明人物鞋 努尔哈赤 第三集 护伦寺部中实力最弱的哈达 是最先被努尔哈赤吞并的部落 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鲁 是一个建立妄议之徒 他在主动请求与努尔哈赤交好之后 又经受不住叶赫的威逼利诱 与叶赫暗中往来 并试图加害于努尔哈赤 孟格布鲁的背信弃义 惹恼了努尔哈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率兵直抵哈达城下 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 建政军攻破了哈达城 从哈达开始 努尔哈赤横扫了女真的各个部落 1603年正月 辽东大地还笼罩在消沙的寒气之中 位于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城 却热闹非凡 建州女真的贝勒大臣和军兵百姓 正遵照努尔哈赤的命令 从佛阿拉城迁往赫图阿拉 这次迁都 努尔哈赤的心情是舒畅的 他要迁回的是自己的出生之地 也是他的祖居之地 这一年 努尔哈赤四十岁 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 从十几岁离家 到如今以王者的身份重归故里 努尔哈赤寻视着自己新的都城 心中也涌起对未来更多的渴望